手機遊戲週報 歡迎收看手機遊戲週報 我是 Joine 本週的節目除了要介紹一些好玩的遊戲之外 也會告訴大家下週有什麼新的遊戲要上市喔 一起來看看吧 割布林殺手無盡復仇宣布 12 月 25 日結束營運 蒼藍絲約宣布 12 月 31 日結束營運 以許多射擊遊戲而聞名的日本遊戲公司采金 現在也將他們的名作 Dragon Blaze 推上手機平台囉 遊戲中除了可以使用射擊和炸彈大招來清場之外 最大的特色是可以進行分離和魔法兩種操作 玩家可以透過按鈕分離飛龍和角色 讓飛龍進行定點射擊並專注在角色的迴避 並且隨著攻擊還能夠累積右下角的魔法能量 藉此讓飛龍使出強力的魔法攻擊 雖然遊戲畫面是古典了一點 但如果你也想再次回味這款經典名作 就趕快去下載體驗一下吧 The First Tree 是一款讓人淚光閃閃的森林步行模擬遊戲 玩家將扮演一隻狐狸在雪山中漫步 一路上將伴隨一對夫妻的床邊對話 聊著關於老公昨晚的夢境 夢裡他看到一隻狐狸 一路狂奔追尋著他儀式的家人 在追尋的路上 地圖將出現點點星光來引導玩家的方向 並讓狐狸逐步挖出許多不應該存在於山中的童年玩物 此時兩人將慢慢訴說著那些道具的故事 並一步步帶領玩家前往終點 找到最後的答案 究竟狐狸的漫遊和兩人的談話有什麼關聯 就留給你來親自挖掘囉 Oculus 哲學家是一款嘲諷古希臘漁民的暴民操控遊戲 玩家將能夠操作一名擁有三寸不爛之蛇的哲學家 來對抗希臘眾神 只要哲學家經過世錦小明 就能夠成功塞龍他們加入你的行列 在打家結社的過程 一開始只會拆拆看板或是打爆雕像 當成功連續破壞數個物件之後 平靜的暴民將會開始升級變成超級混亂的群眾 大大提高他們的破壞力 在美關的結尾 希臘眾神將會登場 像是太陽神阿波羅或是酒神戴歐尼秀斯 他們各自有著獨特的技能 此時請務必謹慎走位 閃躲敵人的招式 才能夠成功帶領群眾繼續大拆特拆囉 以七大罪為主題 人物設定讓人血脈崩漿的動畫作品 SIM 七大罪 由與俊奧丁製作發行的改編首次遊戲 SIM 七大罪魔王崇拜正式推出囉 遊戲裡除了原作中的幾位大罪魔王 也加入了由多位知名畫師所設計的香香原創角色 玩家們可以在遊戲中體驗到不同原作的新劇情 並將喜歡的角色們組成隊伍挑戰關卡 戰鬥彩回合制進行 回味角色有通常技、強力技以及必殺技三種招式 玩家要利用屬性香客系統來思考隊伍組成以及技能組合 才能夠順利跨越各種難關 豐富的成長系統讓每一位角色都具有潛力 可以從各種方向培養自己喜歡的角色喔 另外角色們的羈絆任務也是一大看點 在主線劇情中比較沒機會表現的角色 在羈絆任務的劇情中將會盡情的放飛自我喔 有著萬子千鴻般的遊戲內容 各位紳士玩家們肯定是不能錯過啦 由惡魔城之父 50 藍孝斯 領軍製作的橫向動作遊戲 血粥之城 暗夜儀式 最近也移植到了手機平台 遊戲中玩家將扮演被煉金術士詛咒 導致身體激進化的女主角米迪安 為了拯救人類和自己的生命 前去擊敗召喚者吉貝爾 和擋在路上的敵人 本作保留了主機上大部分的遊玩內容 玩家將能夠在地形多樣的地圖中進行探索 並在擊殺怪物時獲得敵人的碎片 藉由裝備這些碎片 玩家將能夠學會敵人的招式 自由搭配出自己喜愛的打法 未來手機版上還將推出新的角色展閱 和隨機模式的玩法 就請各位玩家們拭目以待囉 在 Steam 上獲得極度好評的 RPG 冒險遊戲 Quest Hunter 最近移植到了手機平台 故事敘述因為太陽突然無故消失 勇者被迫降到了一個溪谷地帶 在這玩家將拿起手中的鏟子 展開一場奇妙的冒險 在地圖上玩家將與許多神秘的 NPC 相遇 並以完成他們的委託 來換取更多關於太陽消失的情報 像是幫某人尋找失散的兄弟 或是找到失去的工具箱等等 完成任務後就能夠獲得經驗值 學會更多的戰鬥技能 此外在執行任務時 身為冒險者的你也別忘了尋寶 每張地圖中都藏著不少寶藏 請務必拿出鏟子到處挖挖 說不定就會發大財喔 《戴耗靈》是一款科幻體材的 熱氣源 3D 卡牌手機遊戲 故事描述自從人類發明核變纖維樹 科技突飛猛進的同時 席捲現代的電子災難也接踵而來 因此率領眾多美少女探員們 去完成駭客任務 打破困境的責任 自然就落到咱們肩上啦 遊戲戰鬥是常見的自動進行 玩家手動施放技能的形式 不過特別的地方在於戰鬥前 玩家可以針對不同位置 提供不同的BUFF 效果 去調整各角色的站位 像是有技能連發、暴擊增加等等 另外每經過一波戰鬥 都可以調整戰鬥人員的配置 建議可以將重傷隊員移至後方 或者直接更換替補隊員上場等等 雖然目前遊戲還在測試中 但如果你是想要收集新老婆的玩家 不妨可以關注一下喔 推出過多部動畫改編作品的 文字冒險遊戲 灰色系列 也在手機上推出遊戲啦 本作收錄了橫畫整個系列的角色 可以看到從第一座《果實》 到最新的幻影版機《Stargazer》的角色 當然也有加入全新的原創角色 遊戲的劇情文本量有如正統ABG般豐富 主線故事會以新的角色為主來展開 另外遊戲也敘述了熊爾等人在樂園結束後的發展 老粉絲們千萬不要錯過囉 遊戲戰鬥以選擇指令卡的方式來操作 格鬥、射擊、治療三種類型的指令卡 可以搭配出各種不同效果的技能 角色SP 量表累積到100 之後 還能夠使用有特別演出的EX 技能 盡情展現角色的個性 喜歡豐富之情加裝一點簡單 RPG 戰鬥的玩家 那這款灰色系列《時間叛逆》相當適合你喔 還記得當年跟一部一起使出 《輪百世衛移》的日子嗎 現在《納布第一神拳》推出新的 RPG 手機遊戲囉 玩家將扮演身上 寄宿著全魂的新入行拳擊手 在《拳擊之路》上奔有邁進 遊戲中除了你本人之外 還有著技術著名拳手力量的拳魂存在 這些拳魂除了能夠替你扛下傷害之外 還能夠使出各拳魂專用的能力和技能 像是有些拳魂擅長施加BUFF技能 而有的拳魂擅長強力的範圍攻擊 玩家必須像組合拳路一樣仔細調整隊伍 才能夠打出一場精采的拳賽 除了培養全魂之外 遊戲中還可以挑戰各式規則的賽事 絕對是第一神拳粉絲們不可錯過的遊戲喔 《全軍破敵之戰》 手機遊戲系列即將推出第三款作品 《全軍破敵之戰戰錘》 結合了《戰錘》系列的角色 與戰略遊戲全軍破敵的系統 玩家將再度帶領人類 獸人、矮人、斯卡文鼠人等中古戰錘的種族們 在戰場上彼此廝殺 遊戲還特地使用《Unreal Engine 4》 好讓玩家在較小的手機螢幕上 也能夠體驗本系列壯闊的戰鬥場面 遊戲目前雖然還沒有明確的上市時間 但相信喜愛戰略遊戲的玩家們 已經準備好要一起在手機上奮勇殺敵了吧 也能夠動臨時的招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想要知道所有游戏的最新情报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第二频道 电玩风light 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记得帮我们按赞留言 订阅分享